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謝偉全 是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和園景界的立法會議員 我亦都是全國政協和科協的委員 我是一個獨立專業和是其是非其非的議員 讀工業中學 中學畢業我入了理工學院 現在理工就變成大學 我畢業之後就加入了政府 做一個建築產業測量師 做了12年不同的企業都做過 在2011年我參加了建築測量都市規劃 立法會議員的參選 現在一做就做到第三屆了 我最關注住屋的問題 環境居住的問題 和大家努力去爭取 令到大家可以安居樂業 住好一點 住大一點 住鬆一點 市區裏面其實很多空間可以利用 譬如現在我走這道海濱 其實我們維港這麼漂亮 也這麼長的海旺線 怎樣利用到這個海濱呢 是很重要的 我過去是海濱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我的看法就是先開通 好像現在這樣做了 然後往後去休化 有不同的設施 所以又可以跑步 因想去維港 休閒放鬆一下 對於整個香港 我們追求一個優質 健康移居的城市來講 是發揮很大的作用的 過往的經驗 對我作為議員 其實是有幾大的幫助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你了解 我做過發展商 香港的建設其實很重要的 香港城市規劃 和交通的配套 社區的設施都很重要 對民生很重要的 我在這方面基本上有些經驗 可以熟悉政府裏面的一些運作 他們面對的問題 所以在一些建議的時候 就不是單向了 就變成考慮各方面 就提出一些我覺得 是實在的一些建議 香港其實回歸25年 在居住或者我們生活環境 那個改善方面 都是做得不理想的 繼續在這方面推動 希望怎樣提升政府 廣大的公務員 在這方面可以扮演 這麼強的促進者角色 令到那個成效 和公務員效率 更加可以提升 做得不好的地方 從而去改善 怎樣可以提效 提量 提質 這方面我覺得市民 一定會感受到 住得更加開心些 做事也都開心些